北京时间2月12日 在昨天晚间进行的北京冬奥会 短道肃华女子1000米的决赛当中 韩国王牌崔敏靖最终没有能够夺冠 他在最后时刻试图去加速 强行超越荷兰冠军舒尔廷 但没有能够成功 以0.052秒之差败北 遗憾地拿到了银牌 错失了他的第三块奥运金牌 然而因为在比赛当中连续 两次对舒尔廷做出犯规的动作 崔敏靖被骂上热搜 而且他在比赛结束之后一直不停地痛哭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一点 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说出你们的看法 谢谢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件事情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在今天韩国方面的大爆存某某 由于涉及敏感词 我就不提名字了 你们应该知道是谁 他在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给崔敏靖发来了贺电 结果他在贺电当中的用词完全是不问是非 强行颠倒黑白 这真的是让人们彻底看清楚 要韩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 文某某在贺电当中表示 恭喜崔敏靖获得银牌 这是聚平昌之后连续第二次奥运会获得奖牌 我们为你感到高兴感到自豪 这场比赛你的压力一定很大 但是感谢你 你很好的克服了压力 你做得非常好 你是我们韩国队的中流砥柱 而且你的冲刺非常酷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以最好的技术 和战斗精神证明你是优秀的韩国人 我们都为你的付出和热情感到自豪 有不少韩国网友跟帖表示 为崔敏靖展现出来的战斗精神骄傲 看到他在比赛结束之后 因为汉师金牌而失声痛哭 更让人感动 因为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征胜的心态 然而中国的网友 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的网友 更多的对韩国人送上的是嘲讽 能够把恼羞成怒连续犯规 说得如此天花乱坠 夸奖为富有战斗精神 恐怕也只有韩国人能干得出来 在这方面你们真的是第一名 世界第一 看看比赛结束之后 另外这两位欧洲的运动员根本 没有想要和崔敏靖一起庆祝的意思 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很显然 韩国人活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 沾沾自喜 自我麻醉已经习惯了